上主是我的光明 我的救援 我还畏惧何人 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 我尚害怕何人 我的对头 我的头敌 反而跌倒在地 因父及自己生存之名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童 圣子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愿与你的心灵同在 大家平安 神父平安 今天的读经我们将听厄里亚 她被派遣到北部的西东 到一个官府 其实那时候这个以色列 有很久没有下雨 大概有三年多没有下雨 天主就派遣她到北部的一个官府 她要住在那里 那她到了要求这个官府给她准备饼 但是这个官府就说我们面粉就是一点点而已 油也是一样的 如果我要把这个面粉做一个面包给你的话呢 我们什么都就没了 我跟我的孩子也是一样的就等死了 但是尔利亚就说这个奇迹就会发生了 你就这样的做 你这样的准备 你的港里的面粉还有油不会减少 直到天主让雨下来的那一天 奇迹就是这样的发生了 天主是照顾这些软弱的人 孤儿寡妇 天主也证明了要继续照顾我们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双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育 承认我四眼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我罪我的中罪 为此恳请众生同征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育 为我祈求帮助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催恋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是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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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祈祷 天主 你是一切美善的根源 求你启发我们寻求正理 并赖你的诸佑 而能付诸实行 以上所求 是靠你的词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去圣神 永生永往 阿们 公读 列房 纪上 过了一些时候 因为那地方不下雨 小河里的水就干了 上主对厄里亚说 你起身到七东 扎尔法特去 住在那里 我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 供养你 他就起身 往扎尔法特去了 来到城门口 看见一个寡妇 在那里拾木材 厄里亚对她说 请你用器皿 取点水来 给我喝 她正要去拿水的时候 厄里亚又叫住她说 请你也顺便 给我拿些饼来 那寡妇说 我指着你的天主 用身上煮起事 我没有饼 缸里只有一把面 罐里还有一点油 你看 我正要使两根木材 回去给我和我的儿子 做点东西 吃了 等死 厄里亚对她说 你不用害怕 尽管照你所说的去做 只是先为我做一个小饼 给我拿来 然后再给你和你的儿子做 因为上主 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 直到上主 我使雨 落在这地上的那一天 钢里的面 绝不会用完 灌里的油 也绝不会缺少 那个寡妇 就照厄里亚的话 做了 她和厄里亚 以及她的孩子 吃了许多日子 钢里的面 果然没有用完 灌里的油 也没有减少 正如上主 接厄里亚所说的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 望你向我们显示你光辉的仪容 上主 望你向我们显示你光辉的仪容 公义的天主 我一呼求你 你就抚允了我 我在困苦中 你曾安慰了我 上主 求你怜悯我 抚听我的祈祷 世人 你们幸运 要到何时 你们贪虚患 爱说谎 何时停止 上主 上主 望你向我们显示你光辉的仪容 要知道 上主 主照选我做她的仪容 主照选我做她的仪人 我一呼求她 她就服允 你们应战战静静 不要作恶 静夜 旧寝时 要闷心思果 上主 上主 望你向我们显示你光辉的仪容 许多人说 谁能使我们幸福 上主 愿你向我们显示词言 你曾赏赐我满心喜欢 胜过五股丰登 美酒满意 上主 望你向我们显示你光辉的仪容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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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说 我是世界的光 凡跟随我的 必有生命的光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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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共度圣玛窦福音 主愿光荣为你 耶稣 点灯 点灯 不会放在 兜底下 而是 放在 灯台上 照耀 照耀 照耀全屋的人 同样 你们的光也 挡在 人面前 照耀 使他们 看见 你们的 好行为 光荣 你们天上的福 上主的圣言 基督 基督我们 赞 看了他们所准备的 这个饭菜 哦 我们一看就觉得是非常非常的 应该是很好吃的样子 那我们一看到了有一个一种菜 看他的菜是非常非常的美 每一个人就是到那边就是拿了拿了 多的就回来 吃 第一口 一吃 就觉得 哇 这个是什么 为什么 约旦人 用海水煮饭呢 非常非常的咸 超咸的 那我们就觉得是为什么他们就这样的准备放菜呢 是因为在他们的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 每天都流汗 所以他们需要要补这个这个那个眼巴 要要补 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到了那边呢 当然我们就是要适应他们那边的那个口味 好 在今天的福音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耶稣告诉我们 你们是世界的眼 你们是地上的世界的光地上的眼 好 你是地上的眼 以后他就说了 如果眼 失去了味 还有什么 可是它 在咸呢 那我们就可以问 眼巴 有可能就会变 没有味道吗 我们用眼巴 来做什么 有一些食物可能会坏掉 我们就用眼巴 我们就用眼巴来 眼它 为了保护 保护它不会变坏 那这个眼巴 它自己本身也会变坏吗 这个很奇怪的 其实眼巴应该是不会很容易坏掉 这个是眼巴 应该是比较长的不会坏掉 那有人就谈到是为什么耶稣他就用这个来说 眼巴会失了味呢 实际上耶稣没有教导我们物理学 他不是教导物理学 只有那个眼巴里面的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 失了这个他会变了什么的 他没有教导我们这个 他教导我们的是什么 伦理的生活 他是用这个眼巴来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过我们的生活 才是真正的是基督徒 其实在党地 在以色列 如果我们到那个死海 死海的土 这个死海附近的土都是非常非常的鲜 有很多很多人就到了那边 那边要在死海游泳洗澡上 他们就用这个泥巴涂在他们自己的身上 因为含有这个 他们说会治疗你的皮肤的什么的一些的成分 在耶稣时代有一些人就说了 有一些看起来是白色凉晶晶的 看起来好像是眼巴 实际上里面的真的是有一些的眼的成分 但是如果太潮湿的什么的眼巴就融化了 留下来的就是白白的这些 但是这个不是眼巴 所以因为这个的看起来好像是眼巴 这个不是完全不是全的眼 不是全的眼巴 因为不是很干净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成分 眼巴 那个盐的成分融化掉的时候 剩下的就是看起来好像是白色的 好像是眼巴一样的 但是实际上这个没有什么味道 可能是因为有这样的 耶稣就用了来放在他今天的一个教导 但是重点 重点不是 耶稣不是教导我们有关这个物理这方面的 就是要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过我们的生活 怎样的过我们的生活 这个才是重要 今天的福音是在马多福音 马多福音的前面是耶稣告诉我们 告诉门徒们或是教导他的听众有关征服八端 有关征服八端 征服八端结束之后 他就讲了今天的福音 那耶稣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已经听到了耶稣所讲的这些的那个征服八端 我们不只是听听而已 而是要把我们所听到的放在我们的生活上 让他改变先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 以后呢我们也去引导别人 也是走向耶稣基督 走向天主 我们成为地上的耶 另外一个是耶稣讲的是我们是世界的光 那他说人天的光不是放在多地下 而是放在灯台上 让在那个屋子里面的也被照耀 耶稣他就讲了 后面他就讲了 你们也是一样的 让你们的光照耀使光荣谁 光荣天父 所以我们把我们最好的呈现出来 但是我们呈现出来的不是让别人看到 哦哦他这个人好棒哦给他拍拍手 不是这个我们所做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 而为了彰显在天上的父 通过我们的行为通过我们的生活 天主受光荣 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 我们成为地上的耶 世界的光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一项 一起奉献与天主 天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知道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愿意与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结以你的旨意为卷成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 全意全力效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崇拜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执行的彝像 呈现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受罚圣母玛利亚 及乎圣人圣女的榜样 终身赐过你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募誉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 求你 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及切恩人 求你 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举例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 配赐我们 圣神的恩财 求你 请大家祈祷 天主求祢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箭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祢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 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祢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祢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臭显扬 愿你的果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祢今天赏给我们利用的食粮 求祢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先祢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仪礼仓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感谢天主 耶稿基督的《传创》 耶稣基督真神 我们欢心到主见 大福你的交换 在爱中奉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